由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宜兰县政府及宜兰县壮围乡公所共同主办的 2021壮围沙丘地景艺术节 这一次新增六组大型艺术作品 创意发想源自壮围在地知名农特产品与丰富的生态景观 第三届2021壮围沙丘地景艺术节 在今天盛大开幕 活动现场邀请到交通部长王国财 交通部观光局长张锡聪 壮围乡长沈青山等人到场接幕 为行销宜兰观光 东北角管理处借此邀及大东北角观光圈业者共同推出 劝恋东北角优惠抢工商机 期盼借由艺术节活动点亮壮围特色地景 与农与云产业的人文风貌 这个延期现在是10公件而已 以来30公件公有土地再开发下去 包括我们的榕树公园出海口 还有商鸟漆 还有海岸 我们的地图我们的甘义差不多300公件 超级大的一个平原漆的观光国际景点 刚才那个玻璃里有说 这个是宜兰全国六大国际景七之一 甘义典 这个可以说是未来发展的如何限量 希望宜兰县每一个乡人都很棒 希望宜兰县每一个乡人都很棒 也都希望可以带动观光经济 尤其是我们祖宜兰今天来到这里 可以说对着我们祖宜兰的未来 我们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和盼望 所以可以说 祖宜兰今天这个地景艺术节 可以亲掌 还有可以说对着我们的观光 可以带动 所以可以说我们 在今天开始 到明年的2月份 这段时间欢迎大家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现在这个时候刚好是 我们国里正在起步 那我觉得刚好在今天的地景艺术节 刚好是这个声哄其盛 刚好是醉乐的时候 也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壮围乡之美 壮围乡除了有很多的这个冗产 那今天在这个地景艺术节 也会结合很多艺术家 还包括地方的一些这个 相关的农产市集 趁着在整个这个地景艺术节 也可以把这个地区整个的这个资源 能够这个加以整合 也做一些整体的行销 你说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吸引点 可是整个大东北角的每一个地方 来壮围沙丘 OK啦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 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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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